花蓮縣玉里鎮的清水山附近 乘梁林道旁永良斷八九三地號 因招大規模的開挖三部地 並種植生薑遭到質疑不當開發 監委紀惠榮趙永清失業申請的調查 日前公布結果 認為花蓮縣府有嚴重的缺失 我們看到有三塊地 其中兩塊是合法的 可是也是超挖得很嚴重 如果說有大雨來 颱風來 我相信那個土石的崩落一定會產生 此外 監委也針對土木技師認證的部分 也提出了質疑 為何越界超挖的區域植生覆蓋 都以擦樹枝的方式蒙混 要求縣府追究責任 就是剪斷 每一個都差不多這麼高 然後就擦枝 就這樣蒙混你知道嗎 可是那個水土保持的技師居然也通過 縣府農業樹枝回應該案為農牧用地 並非超限利用 但該水保義務人跟工程單位 的確誤挖地段 造成超挖步伐也以裁罰 不過縣府也強調此案為二零一九年中央水保局核定的三波地範圍 為農牧用地 依法可種植農作物 並沒有規範需要申報種植的物種 此案全國其實都有類似開發的爭議 需要各單位共同整合才能完善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